繼續九中介頭一個圓海地區 電視地報到賀北利八將客出海口的某鄉金 新台海洋新聞以及金屯研究中心的主任 王建平社員載土臣王這海洋的電視地點 所以發現這某鄉金完部有30多戶的催期 比頭到這村10多戶 因為欠催期的所在有以降過萬過的分析 懷疑市民眾賺到沉默沒有人堅持的時候 下手來搬催期 關乎農業廠劣化保育科科長就回聯標示 某鄉金是一家保育裡的動物 因為希望的地點是甘義官學來 在約會以降向新台作研究進行 也是甘義官的財產 尤其動物的餘體 竟然不能隨便破壞也才是偷偷 民眾賣出去的行為 射陷就出發 已經向海巡彼岸 在某鄉金餘體約的運造進行 要求海巡政府嚴格勘管 我們目前是要用繩索 把它用拖拖的 拖拖翼至我們那個布袋港區 再用板車載到成功大學 現在沿海其實很少見這個某鄉金 因為某鄉金它目前的海域都 普遍都比較常見在東部的海域 那我們在西部沿海看到某鄉金 其實一般就是身體狀況不好 才會出現在西部沿海 我們可能需要更大的可以拖掉的機械 進來把它拖上岸 然後才能夠暈 那這個中間可能我們還要再拒絕 第一 某鄉金到底要如何處理呢 目前研究中心已經個地大室 并且圍徒兩隻要來克強的準備在旁邊台邊 怕算在大樓的時候 企途脫黨侍體 看是不是可以在今日ども無鄉金上徽台南 樹希新聞尢來新報達知 柴凰佛登